獸醫順傷 今集說些甚麼 狗仔 狗仔老年期最常見的病之一 就是白內障 究竟早期白內障有甚麼病徵 我們一於去找獸醫問一問 Hello 我是Dr. Wallace 康城靜脈醫院的主称醫生 白內障有甚麼病徵呢 一開始其實早期白內障 不是整隻眼睛白了 是可能牠看到牠的眼睛 或者是一個很透明 很閃亮亮的眼角 牠的主人有時在陽光 或者在強光底下 看到牠的眼睛好像很暈軸 好像很混濁 這可能是一開始的表情 去到中肥的話 可能會發覺狗仔經常不小心撞傷 或者有時狗仔會拋摺 或者給牠吃的時候 好像牠經常不中 或者撞傷 你會發覺牠的視力會有問題 就真的很後期 我們平時很典型看到 白食一粒滑在眼中間 是不是狗仔年紀大 才會有白內障 其實多數來說 真的年紀大才有 因為退化的真的年紀大才有 多數八歲以上 才會因為退化而產生白內障 很少就純粹退化 頭幾歲會有的 第二個就是 本身眼睛不是有事 但是因為身體有其他疾病 尤其是糖尿病 因為糖尿病 而誘發的白內障 這個就任何年齡都可能發生 而屎納沙 玩具龜虎 和紫娃娃 就是常見會幻想白內障的狗種 如果狗仔不幸患了白內障 主人又可以怎樣幫牠呢 如果一隻狗仔是年輕 因為糖尿病 那真的會很大影響 那些我建議會做手術 還有看看眼科醫生 看看有沒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但如果年老的話 其實本身運動量不大 牠都多數來到家 只要不要突然改掉 家裡的裝修位置 家具位置 獸醫就提醒主人 牠們有聽覺和嗅覺 一般在家裡走來走去 都不會有太大影響 最重要都是有固定的生活作息時間 不要每天都不同 如果今天去逛山 明天去游泳 牠就真的適應不了 有些人說吃藍莓對眼睛有幫助 是不是真的呢 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但不是直接去醫治白內障 只不過是牠的高在抗氧化脈 抗氧化脈會高 其實白內障 很科技來說 是因為UV令精體變化 如果牠多吃抗氧化脈 可能可以對牠抵抗牠會好一點 這是部分性質 吃了無害 獸醫就提醒 如果一發現狗仔有白內障的時候 就應該要及早求醫 不要拖延病情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多些白內障 或者其他狗仔問題 歡迎在文章下面留言 讓獸醫解答你們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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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 乖非